刚才你没有出场之前呢 就舒颖一直在讲说 她是一个感情的loser 你们女生是不是很爱这样子 想自己啊 我不觉得耶 因为我觉得我在感情上 是winner是不是 对 是winner 我也觉得 而且我觉得我在感情上 就是我主控权在我 你跟你先生闪婚的过程 我有亲眼目睹 对啊 你自己有觉得可以撑到这么久吗 有耶 因为我看到我先生的 第一眼的感觉 跟我曾经恋爱看到的 我喜欢的对象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那你要跟舒颖讲一下 那个差别是什么 那个差别就是 你恋爱的时候啊 可能是两个人一起工作 慢慢地有了感情 可是啊 当你的那个Mr.Right出现的时候 你一眼看到他 他就在人群中闪闪发光 然后你跟他对上眼的时候 你就是觉得很想笑 然后会有对于未来很多的幻想 那个人就是你的Mr.Right 那个感觉会保持很永恒吗 在婚后一个月就没有了 我是跟你相反 我是被动在感情中 所以我很羡慕你 就是你包括是分手 你都是被人家提出分手的吗 大部分是吧 好伤心哦 我们每一次呢 会请到是一个男生来宾 一个女生来宾 那今天我们的女生来宾 是大S 好 这一位男生来宾 是跟大S一起合作过 经典的戏剧 流星花园的 我们欢迎祝下 我们非常好 我们非常欢迎徐希元跟朱少天 加入我们这个第一次播出的 《书我直言》 然后他们两位都是以直言闻名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能要压抑他们一下 甚至他们说出太多不该说的话来 我们的宴会除了有男主人女主人 我们还有一位小主人 书好 大家好 我是黄书好 我来自泰国 我今年23岁了 然后呢就还没有女朋友 对 很详细 谢谢 我们今天会除了男主人女主人 还有小主人之外 我们还有直言家族 好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件事情呢 我们会有美酒跟美食陪伴我们 接下来我们会麻烦我们的黄书好 拿来帮我们上菜咯 麻烦你 好 谢谢书好 那我们的马迪利特别适合配中餐 来 我们马迪利鼎盛举杯 欢迎大家 欢迎各位 欢迎 欢迎 我们状况有美食有美酒 马迪利非常贴心地帮我们准备了尬聊包 就是担心我们在饭局遇到尴尬的状况 其实演艺人员还蛮常有尴尬的饭局的 我很怕去饭局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怕冷场的人 所以我每次去饭局 我就很怕冷场的尴尬 然后我永远是那个气氛担当 所以我就会觉得很累 这是一个好习惯 就是怕冷场怕尴尬 可是就会很累啊 很累 所以我会很怕饭局有些话 那你绝对不会希望在饭局上碰到我 我以前外号叫冷场王子 是啊 我以前一句话就是 所有人都会停下来开始深思 马爹里除了可以配中餐之外 还有一件精彩的事情 他们推出了一个尬聊包 这尬聊包里面有一个神奇的东西 就是尬聊杯垫 既然要不要试试看 好啊 把杯子放上杯垫 你这个样子让我很失望 他会跟我聊天 对 他觉得饭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 杯垫会帮我们聊天 要不要试一下 厉害是你 是个有嘴滑舌的杯垫 很喜欢参与我们的话题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 笑天跟戏员 他们两个当初曾经合作过 《流星花园》这个戏 听说你的时候拍了一些 拍立得的照片 有 有一些 所以今天没有要给我们看照片 有带了一张了 一张吗 有带了一张 我也想看 你没看过这张吧 他当时要求我们都扮鬼脸 然后只有仔仔get到他 我都不知道他讲的扮鬼脸是不是 他们两个眼睛是有斗鸡眼的 他们两个那时候已经那个了吗 应该没有吧 没有 你那时候应该还是蓝正龙吧 有不要说那么清楚吗 我那时候还单身 你真的做了一个很明确的斗鸡眼 我以前拍照就很喜欢做鬼脸啊 所以我跟我妹才会有那么多丑照流出来 我记得斗鸡眼好像是你妹妹比较厉害吧 因为她到长大之后啊 我就发现我们常常斗鸡眼啊 然后拍起照来 就是不斗的时候 也会有一点斗鸡眼的感觉 这是我在拍戏的时候发现的 所以我就开始不斗鸡眼了 但是我没有跟她讲这件事 所以她到现在拍照还在斗鸡眼 我觉得演员进一个剧组的时候 状况非常的微妙 就是演员其实彼此可能都不认得 对 所以进剧组有没有一个过程 就是会有人跟你们解说说 每一个人的特性跟应该注意她什么 不可以碰她的头发之类的吗 你不要把你自己的经验讲出了 你有碰过不可以碰头发的男演员 不能碰头发的男演员百分之九十 所以你是说 你为什么这么久不来看我 不能这样撸她的头是不是 或者是你在跟她接吻的时候 你只可以碰到她的脸跟耳朵 不可以插进她的头发 因为插进去就伸不出来了 卡住 而且有时候会很尴尬的一点 就是那风特别大 然后我们都站在风里面 但是我们的头发都在飘 她的头发就特别的像个石头一样 就在那边 所以刘欣花园那四个男生谁的头发最硬 肯定不是我跟Fanace吗 你那个还蛮硬好不好 软到不行了那头发 因为她们两个是长头发 所以她们两个都不能碰 要飘腻 她们要飘 尤其Fanace她是离子烫 严陈旭她演的角色要用那个凤梨头 每次都要卷很久很久 然后她很会流汗 所以她头发很容易就塌 然后就风一吹也很容易就乱 所以她的头发我是绝对不敢碰的 你知道书莹也跟严陈旭合作过 哦 对 我跟她合作过 你们两个 这眼神是什么劫后余生的眼神吗 没有啊 就是辛苦了 当然是辛苦了 所以金剧组碰到严陈旭的时候有很紧张吗 我跟严陈旭合作的时候 其实有一段很长时间我们所有的说话 只在戏里面说话 有块戏块杀青的时候 有一次我看到她一个人在夜晚拍夜戏 她一个人在一个苏州的一个小桥上面 就那么站着 我就跑过去 我说你怎么了 那那次之后 有一次聊天就说书莹 其实那次你跟我主动说话 我其实特别感动 那就在这里恭喜两位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吗 你真的很喜欢吴世春 不过她目前 她目前是单身 我跟严陈旭先生有留微信这样子 哇 真的 她通常不跟别人留微信 我都没有 我 我没有留 我有我有 我还会跟她约出来吃饭可以吗 你一定会走 那你是好吗 对 我走 谢谢大家